阿富汗的女權問題 因為現在各國都很擔心 塔利班接管了之後 女權會不會就這麼的倒退20年呢 我們來看到 阿富汗真的就是一夕變天了 那麼塔利班政權是再度回來了 那麼由於塔利班的政權 過去其實有侵害女權 相對的黑歷史相當的惡名昭彰 那就包含的相對什麼呢 禁止女性來接受教育 或是強迫女童同婚等等 所以讓現在全球都在關切著 阿富汗的政權變天之後 女權又會有什麼樣子的改變 那麼對此塔利班的發言人 穆賈西德他是表示 不會對女性施暴 但是國際社會也應該要尊重 他們的核心價值 我們先來聽他的說法 所以穆賈西德他就強調了在伊斯蘭的法律的框架內不會有針對婦女權 所以穆賈西德他就強調了在伊斯蘭的法律的框架內不會有針對婦女權的 任何暴力行為 也不會對婦女有任何歧視喔 那麼塔利班將會在伊斯蘭教的範圍內 保證她們的所有權利 但是穆賈西德其他並沒有提供到底伊斯蘭的法律框架的具體定義的細節 他是沒有說明的 那麼因此很多阿富汗的婦女 其實他們對於塔利班這樣的發言 他們還是持著一個懷疑的態度 我們來聽聽當地女權運動家的說法 阿富汗的婦女,我不會相信他們 因為他們不會有很明顯的 規定的規定在維持的規定 或什麼樣的 如果他們是這麼傻的女權 他們不會讓她們離開的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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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都是兩個不同的說法 現在人們都會害怕 那些人在電視上不是真正的事 而且它可能會改變 甚至它不是真正的事 甚至女權人們離開 它仍然会影响在未来 所以我们需要 一个保证的评论 让他们不会回来 他们甚至是残酷的执行 规定像是女性不能去工作 不能去上学 那么女性如果出门的话 必须要蒙面 而且是要由男性的亲属来陪同 违规者有时候会遭到 塔利班的宗教警察羞辱 或是公开殴打 那么虽然塔利班在夺权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组织领导人是再三的保证说 女性将会拥有工作 以及读书的权利 但是事实上 在塔利班逐步占领阿富汗 各大城市的行动当中 有一些女性 她们已经被命令是不可以工作 那么其他人则是担心 无论是塔利班领导人 给予什么样的口头保证 现实都很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此很多阿富汗的妇女 现在都非常担心她们的未来 而在2012年的时候 被塔利班枪击头部 幸运存活的马拉拉 她现在也是再度的出面发声 因为她表示 她真的很担心阿富汗的情势 特别就是妇女以及女童的安全 那么她也呼吁全球的领导人 应该要紧急的采取行动 我们来听马拉拉的说法 我非常感激烈的事情 在 Afghansan现在 尤其是对女性的安全 很多人都记得1996年至2001年 他们非常关心安全、安全、保护 他们也关心学校的充满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女孩 都被学校送回来 很多人都要求婚约15、12年 马拉拉说她已经写信给巴基斯坦的总理 就是要求她要来接纳阿富汗的难民 并且就确保所有的难民儿童 他们是拥有接受教育的管道 可以获得安全以及保护 来保障他们不会失去未来 那么马拉拉他还提到说 美国总统拜登他还有很多 没有尽到的事情 必须要大胆的行动来保护阿富汗的人民 那他也表示说 他已经试图联系好几位的国际领导人 那么另外呢 即将要登场的东京帕运 恐怕也是会见不到一些阿富汗的运动员 23岁的胡达迪 她原本是历年来首位代表阿富汗参加帕运的女性 但是如今她的梦想在国家的动荡之中 也是破碎了 而她现在也是对外求救 我们来听她的说法 这些人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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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富汗参加帕迪克的总领队 价格也跟着不断的飙升 所以很多人根本也是负担不起 那么今年好不容易首度是有阿富汗女性跆拳道选手可以参赛 渴望是创造历史 不过如今选手的梦也碎了 因为呢先前在塔利班时代 其实大家是没有办法竞争也没有办法参赛 尤其是女性的运动员 那么现在阿富汗的女权倒退了50年20年回到了原点 这个对帕迪的选手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好消息 也因此他们现在呢就是希望可以对外求救 希望能够让他们重新 这个顺利的来参加帕迪 好那另外呢 我们要来看到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她看到阿富汗现在沦陷的一个景象在记者会上面 她是反问美国 美国赢了吗 我们来听她的说法 美国以反恐名义发动阿富汗战争 但是美国赢了吗 我们看到20年来 在阿富汗的恐怖组织 从各位数增长到了20多个 美国给阿富汗人民带去了和平吗 我们看到20年来 10多万阿富汗平民 在美军及其盟友的枪炮下伤亡 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 阿富汗战争平均每天造成6000万美元的损失 严重的拖累了阿富汗的经济社会发展 而美军也付出了2400多名军人死亡和超过2万亿美元的代价 我注意到拜登总统讲 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不是重建 这倒也是句实话 因为无论是在伊拉克 尸利亚还是阿富汗 我们看到美军所到之处留下的都是动荡分裂家破人亡 留下了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美国的力量和作用是破坏 不是建设 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阿富汗的战争 造成了十多万阿富汗平民 在美军以及盟友的枪炮之下伤亡 还有千万人流离失所 那么最后华春莹是强调希望美方能够对自己的行动 好好的做出认真的反思 希望美国停止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 肆意干涉他国的内政 破坏他国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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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